中东国家伊拉克的人民因为长期不满政府贪腐 公共服务差劲以及工作机会稀少等等的因素 从上两个月开始在多个地区就发起示威运动 这场被称为当地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运动 更导致至少400名示威者不幸丧命 虽然总理阿布杜勒已经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五宣布辞职 国会也通过了他的辞呈 但局势并没有因此缓和 愤怒的示威者继续展开抗议活动 并上街悼念那些因为示威而送命的民众 虽然伊拉克总理阿布杜勒是已经宣布辞职 不过昨天依然有上百名身穿黑衣的大学生集体翘课 聚集在首都巴格达的解放广场 悼念在示威冲突中葬命的民众 他们点燃蜡烛 在空地上摆满死者生前的物品 有亲属男人悲痛当场落泪 除了追悼死者 民众也趁机表达诉求 至于南部城市那姐夫的街头也有大型示威 大批民众激动地向政府表达人民诉求 安全部队随后也发射催泪弹 甚至开枪来驱赶示威者 现场一片混乱 警民对峙也造成多名示威者受伤 而现场也设立了临时医疗帐篷 让伤者可以及时接受治疗